国航PS5备份的方式玩游戏经常被问到的八个问题 第一 国航PS5游戏少 国航PS5默认登陆国服 国服只有400多款游戏 但是国航PS5光驱版可以玩外驱的光盘游戏 港版欧版都可以 国航PS5的数字版和光驱版可以通过备份恢复的方式 登陆港服可以玩4000多款游戏 和港版的PS5几乎没什么区别 第二个问题 恢复备份会不会影响保修 不会 顺便加一个问题 如果自行给PS5添加内置的固态硬盘 会不会影响保修 也不会 第三个问题 已经备份登陆了港服的国航PS5 可不可以给别人新的国航PS5备份 不可以 问题4 怎么找提供备份服务的卖家 这个上网搜很多 找信誉好的 大概一二十块钱 问题5 备份麻烦吗 有一点 一个是申请港服账号 这个最好自己来弄 第二步是恢复别人提供的备份 需要用到一个U盘 问题6 备份是不是相当于以前的越域 No 因为越域是走系统的漏洞 但是备份是索尼提供的一个功能 问题7 备份会不会损坏硬件 这个不会 问题8 备份是只需要一次还是需要经常备份 只需要恢复备份一次即可 我之前的PS4使用了4年 只恢复了一次备份 正常玩就可以了 PS5也是一样